美国跨国科技大厂甲骨文宣布投资超过65亿美元 折合大约接近270亿令吉 在我国开设公共云区域 以满足甲骨文公司人工智能AI和云服务快速增长的需求 今天早上我们线上连线Treadview资本首席执行员黄祖汉 为我们分析外国投资者来码投资的好处 主案早安 早安 是的 首先请问祖汉 你认为全球多家科技巨拨相距就是陆续的向众我国 前来开设公共云区域 主要是基于哪些原因 那我国又有什么优势吗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数字投资目的地 特别是近两年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完善 特别是在电力和水力等公用事业 成本相对邻国比较低 就打个比喻 新加坡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复合能源水源的需求 特别是在做这些公用 供云区域的这种技术 并执行了三年数据中心申请 但申请暂停的期间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就自然而然会收回 同时呢 公用事业是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的科技呢 最重要的成本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马来西亚就有了这一个天然的这个优势 我国也没有这个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灾害 成为我们非常适合有这个数据中心 然后云端科技的这一个发展地 再加上马来西亚因为多年来都是这个英国殖民地 我们的法律框架很全面 当外国投资者 特别是这种大型科技公司 到来马来西亚投资的时候 他们需要足够的信心 就拿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国家土地法 National Land Code 其实在为这些设立厂投资 甚至说这些数据中心的时候 购买土地 给了这些投资者全面的土地权利的保护 最后当然是因为我们国家政府 在首相安华领导下呢 有两个很主要的政策 第一个就是国家能源转移政策 第二个是新工业大蓝图2030 这两个政策呢 是间接推动这一个整个数据 还有科技的这一种外资 到马来西亚落地的一个垂花剂 也帮助这些外国人 直接投资快速落地 那甲骨文的这个投资呢 会怎样带动我国的经济和企业 尤其是比如说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 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有没有做到技术转移 然后他在技术转移的时候 他就可以帮忙我们的这些人才提升在这个领域的发展 就打个比喻当年 槟城多年来 Intel到马来西亚设厂的时候 他就带动了整个芯片领域市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这个培养 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完善这样成熟的一个芯片科技的这个产业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小型企业在实现应用程序的这个现代化呢 有了这些这个计划中的这个公共云区域的这种科技技术到来的时候 他可以帮助把很多工作负载转移到云端 并在数据分析和人工制的方面进行创新 甲骨文是在这个人工制的方面大力发展的 所以本地企业经济中肯定会受惠 特别是在他们研发的这个相关的AI科技技术 当然最后甲骨文也是一个科技服务公司 他有差不多150项的这个科技服务 SAS的这种 services提供给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 会加快我国的数字化的发展 包括帮助中小型企业 以比较低成本加大力度 走向靠科技和软件采用率提升 好我们谢谢主汉为我们分析科技投资的经济效益 那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 来马投资带动我国的经济 来马投资的发展 感谢观看